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这个单元里头所学到的东西 那在这个单元里头 首先我们把这个最前面所学到的这个Lorentz-False equation拿出来 那回忆一下就是当初 一个在移动中的电荷如何在磁场里头受到一个力 那这个力的方向跟它移动的方向跟磁场的方向是互相垂直的 然后呢我们进一步的把这个观念放到一个导线里头 因为里头有很多在移动的电荷 那所以呢算出了一个这个导线所受的力 跟它的长度成正比 跟它的这个电流成正比 然后跟它的这个所处环境里头的磁场成正比 那这个L的方向不要忘了是这个电流的方向 那进一步的我们把这个导线呢 熬成一个loop 然后呢看它所说的torque的大小 那最后得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式子 就是这个torque会等于magnetic moment cross with B 那这个magnetic moment在我们介绍magnetic dipole的时候呢 有出现过 它基本上就是这个导线里头流的这个电流乘上这个面积的大小 好 再来我们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效果叫做Hall effect 这个Hall effect基本上就是一片半导体物质 然后你通了电流过去 然后通了电流过去的话 在这个横向的地方 它会产生一个电场或者产生一个电压 然后量这个电压的正负值 你可以决定里头的这个宅子呢 是电子或者是电动 因为这个不管是电子或电动的话 它所受的推力是在同一个方向 所以只要这个正负值知道 你就知道里头在走的是这个电子或者是电动 但是进一步的这个计算呢 也会提供你这个半导体物质的mobility 它的conductivity还有charge density等等 那所以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量测的技术 那再来我们介绍了这个能量 也就是说在一个这个inductive system里头 它有这个电感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它里头如果有电流流动的话 它的这个储存能量的话 就是二分之一LI平方 那如果把它这个用这个电感的这个定义下去置换的话 它也会等于就是magnetic linkage的平方 除以2L 那我们进一步的就是计算这个能量的时候呢 如果只知道它的这个magnetic field的场墙的话呢 我们可以算出这个系统里头 它每单位体积里头所储存的能量 那这个magnetic energy density的话 是由这个式子来表示 那你可以用h来表示 也可以用b来表示 那也可以用bh来表示 好 那这个知道了这个magnetic energy density之后 你对它做一个volume integration的话 基本上你就算出整个空间里头储存的磁场的能量 那刚刚我们知道了这个 在一个电感系统里头 它的这个储存能量跟它的电感有关系 又跟它的这个磁场有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算出就是这个系统里头的电感的值 那经常如果说这个电感的环境里头 这个线圈数不是那么好算或者是不明显的话 这个方法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来算一个电感系统里头的电感 最后我们在乎这个电感系统里头整个受力的状况怎么样 因为这个受力如果太大的话 原件会坏掉 那所以呢我们假设了两个状况来算这个力 一个是Constant Magnetic Flux的这个状况之下来算它的力 另外一个呢是一个Constant Current的这个状况之下来算它的力 那基本上这个算出来结果会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是一个电感系统里头算这个力的这个方法 那所以这个单元基本上就是介绍这些概念 那帮大家做一下复习 谢谢大家